任爵武 蔣介石的二把手 他已經拿到建造了 好 這次出現衝突了 就是建造歸建造 地墓歸地墓 所有權人歸所有權人 他不讓啊 後來怎麼辦 他的這個西餐廳 就出現了那個 黑幫的火拼的事件 就在這一年 陸豪被警備總部掃進去綠島 一清專案 對 那個未必是一清專案 反正他被掃進去了 掃進去就去唱綠島小夜曲 那他土地賣給誰 就賣給了蔡傑森 跟蔡英文的哥哥 張伯年 好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 一個過程 對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邊講的是 大家看到這個鄭中企業 有沒有 他這邊寫 董事長就是蔡傑森 而這時候的時間 竣工時間他寫59年 等於之前就已經拿到了 是不是 他土地 當然要先拿到嘛 對 要先拿到 可是最早拿到死罩的是 另外一個人 是白萬在跟認爵武 有沒有 然後這兩張圖要對照起來看 有去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原本土地在這邊 認爵武 認爵武就是 革命實驗研究院的二八手 你要看這個面積 它的建築面積本來很小 它要蓋中央各軍事學校 所以中央就核准它了 結果他拿到這張建造之後 他有沒有做所謂的校友會館 沒做 沒錯 他把它增加的1.5倍的建築面積 然後賣給的蔡傑森變大了 所以本來核准的是1000坪的話 到他手上可能快要逼近要2000坪 這個是很可怕的一個變化 這個特權有多大你就可以想像了 是 這根本就是特權 你想想看 他只要跟認爵武合作 他本來就有錢啊 他開西餐廳啊 他也可以聘用陳其禮來幫他為事啊 這種黑白兩道通知的人 他不肯交出這塊土地來 土地也是搶來的 結果他不肯交出來 最後落的下場是什麼 被掃到綠島去了 最後地呢落到了蔡傑森的手上 然後隔一年建築面積變大 變成1.5倍 然後他開始開啟了他的勒馬飯店 跟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館 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偽髒營業到今天 所以當現在還是偽髒營業 當然嘛 你地幕叫做什麼 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館 建築用地 我說過了 2008年內政部編列 怎麼管理這塊土地 是列入公共用地來檢討 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館 大家可以去查 現在內政部的資料裡面 幫大家查出來了 內政部的土地使用資料 大家看到這個三個湯 這個地方就是現在的 海霸王餐廳的三角面積 你看他現在查出來 就是機關用地 而對面呢 是商業區 已經變商業區 當年蔡傑森在這個對面呢 也是有飯店的 現在已經是商業區了 那後面這一整片 都是公園預定 現在變成這個軍用地 那又要變成商業區 對面已經變商業區了 當初的林口大飯店 就是在這個地方 地利的這個利潤 已經有先賺到一次了 那現在是要處理這個海霸王 所以關鍵來了就是說 這個飯店到底在做什麼 這個飯店當時為什麼蔣介石 會允許他在美軍的顧問團 的東西雲居的口 然後割一個三角形 就是因為要監控美國人 不過現在海霸王的部分呢 現在蔡英文在2016年 曾經對外講 那他民進黨的黨員也說 這個蔡總統都已經講過 解釋過了 就是跟海霸王 你可不可以再解釋一遍 房東 房客的關係 這個還是一個 房東跟房客的關係啊 是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啊 說謊 說謊 好 讓大家看 這個建築物 看起來就像是 現在海霸王的樣子 它海霸王前身就是 勒馬大飯店 這當時是 就是位於美軍顧問團 就今日北美館 圓山足球館的 東西營區口的入口 也就是海霸王那棟的位置 然後所謂的勒馬 是中文的翻譯啊 它是其實那個羅馬 它的那個英文叫做 羅馬就是羅馬 好 這是蔡傑森取的名字 他就想要像羅馬大帝一樣 擁有這個財富馬權利嘛 對 財富馬權利 其實我還留意到旁邊這一行字 叫做喜相逢酒店 對 它也開餐廳 那蔡英文的媽媽就是這個 她是林口飯店的那個 小吃部的負責人 那勒馬大飯店的負責人 是另外一訪 勒馬飯店的總經理 董事長是那個蔡傑森本人 那他把其他的財產 還有其他的一些公司 都分別掛在他不同的 同居人的名下 四個同居人 這個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比如說你逃漏稅 或是你開支票出問題的話 那誰去坐牢呢 那就是那些女人去坐牢嘛 這是他們家 這個家族的成員眾多 少了一個人 對 少了一個人 其實是十二個人 張伯年 這在這個海霸王原址的 那個土地買賣 其實看到這個名字 張伯年的名字 那這個就是蔡家跟張家 土地交易只要是在買賣 就出現了張伯年 這一點是民進黨當時 在2015年的時候說謊 說謊 怎麼說謊呢 他說這個土地 不是從任爵武這些人手上來的 不是從國民黨的 這個特權手上來的 是有一個張家跟蔡家 一起合構這個土地 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那大家就可以想像囉 就是勒馬飯店 現在的海霸王的限制 他的前身 董事長就是蔡傑昇 同律在追查的過程當中 現在在海霸王二樓 有一個叫做正中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那他呢所佔領的這個叫做 德惠段一小段的154號 第號是中央各軍事學校 同學會館建築用地 現在正準備變更為商業用地 正中公司的位置 就在海霸王二樓 這裡不起眼的門 不過實際來這邊狀況 卻沒有人回應 現在呢在柯批時代 兩次2020跟2022 兩次呢要把它變更為商業地 據說是這個 這個在有一位 這個民進黨的議員 他有講喔 這個變更土地的權利 本來就是人民 承勤的權利 那所以他講的話 完全不合理 第一個他說 人民有承勤的權利啊 承勤者就是正中企業 承勤者就是總統啊 總統的公司來承勤了 你敢說不嗎 我們今天也來承勤好了 各位你們的住家 如果你有幸在台北市 擁有一個房子 都是住一 住二 住三吧 通常是住一跟住二嘛 對不對 那你也來承勤一下 你去你第一個承勤 我可以幫你寫 告訴柯文哲說 來 請你把我的房子 變更為商業區 各位你知道 只要這樣一變更 你的財產價值會增加幾倍嗎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那如果你不可以 為什麼它可以 是 那所以呢 當初它這塊地呢 據說用當時新台幣 14元拿到耶 這不止同率再講 國民黨的這個成員 在過去就曾經把它揭露出來 他們家族啊 取得這個土地的價錢 就是海豹王土地的價錢 你們大家不要嚇一跳喔 根據法院的文件 很可能就是新台幣14元 新台幣14塊錢 不要以為我講錯了 我們看到這法院的文件 我們嚇了一跳 他是經過一個訴訟之後取得的 因為取得成本非常低 所以他的正宗公司的股本很低 很低的話 所以蔡英文持有了才413萬 那報納金額的這樣的股份 那報紙上曾經一再報導過 說蔡英文的父親啊 買房地產 絕不會去做銀行貸款 就像他去買賣六期的土地 都沒有銀行貸款一樣 他是一個不需要或者不必要 或者不想要用借錢來買房地產的這樣一個 潮利品的高手 所以如果以一坪一百萬 三千坪的房子 總共這一棟的房子加土地的價錢 就是30億新台幣 蔡英文就持有30億新台幣的6.9% 換句話說蔡英文所持有的 正宗公司的股票價值是2億0700萬 比他應該有的市場行情 他的股票價值2.07億 金額差距很大 所以蔡英文主席啊 可能太謙虛了 所以太謙虛了 他的股價低暴 他讓我們覺得他沒有那麼有錢 可是他應該告訴大家說 他手中的股票是值2億多 不是400多萬 讓我們大家來對他表達仰慕 表達敬仰 金額監察院的 蔡英文的財產申報 在有價證據部分 仍然是413萬 但是剛剛那一段講話呢 是在2016年的時候 所以到現在 真的如果換算成這個股份的話 應該也不只2億了 那時候在缺外匯的時候 你要去跟銀行借錢 有一點點印象 老台北人就知道 求爺爺告奶奶 你是借不到錢的 你為什麼借得到錢 就是因為你後面有權勢嘛 你為什麼要來 我們跟他或者是是 我做的 一定要來 你為什麼要來